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再聊一下化妆刷 前一阵子呢,我刚收到九哥家的刷子 所以还蛮兴奋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当初的话,我入他家刷子之前有做过一些功课 会有那么几篇文章是在讲他家的这一些刷子 但是视频的话,好像没有看到过 想说现在录一个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吧 好,先讲一下他家的包装 这个是借过来的盒子 然后里面的话,是有这些白色的包包的这种海绵纸 然后刷子的外面呢,会有这种塑封的塑料袋包着 包装的话,他家的包装真的还是蛮用心的 然后每一把刷子的话,都会跟这样一个白色的网套 平时的话,你如果说不用这种刷子 你就可以把它给套上去维持那个形状 包括你洗好之后,也是需要这种网套来帮你定型的 对,所以这就是包装 我们先来讲他家的面部刷好了 我这次入的是他家的梨花白 这类的话,我功课做下来,好像人人都说蛮好的 所以,对,想先入他家的这一套试试吧 我们先从面部刷讲起好了 首先第一把是他家的散粉刷 我要看一下我的手机 因为他家没有那种名字和编号在上面 所以,对,我不想搞错 所以我要double check一下 他家的这一把大源头散粉刷 编号是M01 长这个样子 很大一把 他的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 这一把 我用过他来定妆 他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你直接轻拍在脸上这一种 去定妆 或者说你打圈圈的这样子 也可以 然后就算你这样子去搓你的脸也不会觉得渣 两种定妆方式的话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其实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对 然后这一把忘记提 他的价钱是98块 全羊毛的是细光丰做的 接下去一把是这一把 也是钻底妆类的 他的名字叫什么 竹小胖儿子 散顶刷 是长成这样子 很Q很可爱 有没有 他就是源头的 一个 然后饼也非常的短 他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着他 你用他来上底妆啊 包括散粉定妆什么的都可以用他 价钱是45块 我自己的话不太习惯用粉底这样直接上的 我是偏向于粉底液的那一种 然后再用粉去定妆 他的话我用过定妆也很不错 虽然说他的头小小的 有没有 跟我的脸比起来 他的头非常的小 但是呢 他定妆起来 那一种 把粉云在脸上的那个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我不建议说用他去这样子的定妆 或者说是拍打的这样子定妆 因为他头太小了 而且也有一定的密度 会有那种抛光的感觉 对 这一把的话是属于你喜欢那一种打圈圈定妆的 那我觉得说你入他应该不会错 而且他实在是太可爱了 对不对 好 接下去一把是他家的腮红刷 源头腮红刷 也是羊毛的 然后是细光风做的 是长这个样子 价钱的话是48块钱 编号是M06 他的话我用过他来上腮红 我觉得大小也正好 那可以看 苹果肌的位置 他也可以上修容 我自己有上过一次 觉得还蛮好用的 其实 对然后像这种刷子的话 你也可以用作局部的定妆 都可以 所以对我来讲说还是一个蛮有多功能性的一个刷子 对 而且他的毛的话也很软 没有到之前的那一把大的散粉刷那么的软 但是相对于这个腮红刷来讲说还是很不错的 对大小什么都适合 接下去还有一把也是腮红刷 我入的是他家的蛇形腮红刷 这是一把小号的 编号是M04 是那种扁平状的 其实这一把的话 跟前面那一把圆头腮红刷的大小 其实差不多啦 大家可以看 对不对 这一把蛇形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然后圆头的就是一个圆形的 它的话就是扁一点 对 其实大小差不多 这一把的话我有用过它当作腮红 也非常的好用 它的大小的话也正好 它的毛的话跟圆头的那一把 差不多软吧我感觉 对 差不多软 所以如果说你是只想入一把的话 这两把里面入一把的话 那就看你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形状的 还是圆形的 对 其他的话在表现力的话 个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啦 接下去讲一把修红刷 他家的斜角修红刷 这一把修红刷的话是60块钱 编号是M09 长这个样子 它的话相对于Sigma的修红和MAC的修红刷来讲 它是比较扎实的那一种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毛的厚度还是蛮厚的 并不是那种薄的那一种 它是那种比较收的那一种样子 并不是像Sigma的那一种是比较还蛮fluffy的那一种 对 用它来当做你的腮红刷 用它这一个横解面 就直接这样子上上去 修红的话还是很好用的 你上上去之后 然后再把它晕染开来 都非常的好用 不会说觉得说太大 以至于你稍稍晕一点点 这个颜色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会显得你脸脏这样子 这一把的话就不太会 对 所以这就是它家的斜角修红刷 接下去一把是它家的高光刷 是长这个样子 M115 价钱的话是25块钱 哦28块钱 不好意思记错了 就是那种上高光 可以上到还蛮精准的位置的这一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就是这一种高光刷 是圆柱形的 圆圆的那一种头 如果说你是用腻的那种 那种扇形的高光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刷子的话 你想用一个比较 就你想换一种刷型 去上你的高光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把还是不错的 对 好 接下去的讲的这一把面部刷呢 其实是我收到之后 跟我想象当中还差蛮多的 呃 并不是说讲它不好啦 就是这一把刷子 火竹刷 可以用来上腮红和高光的 呃 这一把刷子的话是65块钱 编号是M08 就是模仿那种火苗一样的形状 头这边的话就是尖尖的 我拿到手之后呢 这一把我有比较过和它那个网上的那些图片 它网上面的放出来的那一张图片 那个头是比较尖的 而这一把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尖 嗯 而且呢 我可能因为这样子看比较看得仔细一点嘛 就是说它的话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嗯 它的对称性都不是那么的好 嗯 就有那么一点点啦 不是说很厉害的那种 嗯 虽然我发现这一些问题 但是并不影响到使用 对 因为我当时看到它加这一把的时候 我就 第一感觉就是 哦 我一定要用它来当作我眼下的定妆 它也的确做得非常的好 像这种位置什么 它都可以 很适合啦 大家可以看 对不对 它真的是很适合我眼下这一些位置 嗯 只是说有那么一点点差 好 然后接下去再讲一点它家的眼部刷 其实它家的眼部刷我没有入很多 原因呢 是那些刷型的话 我可能自己这边有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再反复的再去买 对 然后先讲一下它家的这一把好了 羊毛的打底 和暈染刷 它的画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扁平的 嗯 它的样子是跟Sigma的E25 或者是Mac的217 长得很像 它是用羊毛做的 它不会说软到你可以压到很低的那一种 它是有硬度的那一种软 所以我个人的话还是蛮喜欢这种样子的 它的价钱的话是23块钱 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啊 如果说你是之前一直就是用这种点瓶刷来做你的眼部暈染的话 那我觉得说没有问题 你应该还是蛮喜欢这一把刷子的 但是对于那些包括我自己 之前用的就是习惯于用的就是那种圆柱形的暈染刷的话 有一点就是它的话不太能够做那些圆形的暈染 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暈染这个眼窝的时候嘛 经常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就前后这样子暈染 然后对于那一些圆柱形的暈染刷的话 它还可以做一些circular motion的 就是像这种圆形的这种暈染 但这一把的话不太能够做那一种 所以对啊 就看你自己喜好了 你喜欢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前后暈染 还是说就打圈圈的这种暈染 但是我用它做眼窝暈染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它的大小的话 其实相对于我自己的眼皮来讲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还是算大的那种 你是想要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暈染刷的话 那这一把还是OK的 我呢用过它上过眼皮的打底 还蛮好用的 就因为它也蛮大的嘛 就一二三就好了完事了 然后也用过它上过颜色 就是那种眼皮的大范围的那种上色 也很好用 暈染的话我也用过 它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的能够 大家仔细看 它还是能够很好的到达你那个眼窝的一个位置 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暈染 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用那个Mac的217或者Sigma的E25用的很顺手 也很喜欢那一种刷型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把的话你肯定也会很喜欢很喜欢 家具一把是他家的斜角眉刷 是长这个样子 套是M116 价钱是23块 我知道有些朋友会喜欢用这种斜角刷当作你的眼线刷 但这一把刷子的话我不推荐那样用 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你把它当作眼线刷的话 刷出来的眼线会比较厚 除非你是追求那一种还蛮厚的那种眼线 那OK 无所谓 我呢自己呢是把它当作眉粉刷 我之前的那一些眉粉刷都不是很喜欢 要么就是太厚 要么就是太软 它的话这一把的话就正正好好 对于我来讲就是它的毛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然后它的那个抓缝力也很好 就你取一下粉之后 你画到眉毛上之后 它也能够很好的把这些粉给分布到你的那个眉毛上面去 用这一把刷子的话 我可以很好的用眉粉 把我想要的那一种眉毛的样子给勾勒出来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惊艳的 好接下去呢 一把是这一个睫毛钢书 它的话应该是15块钱 编号是M110 还蛮细的这一种 然后也非常的尖 所以你一定要当心 就它自己里面也讲说是手抖心人慎用的那一种 我这一把呢 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吧 我拿到的是里面有一根钢针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还看不清楚 反正就是没有膜肩 我相信这只是个别的现象而已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它们应该会重新发给你一把好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这边是国际 我也不想让它们重新发给我什么 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我OK 就如果你是很纠结 刷好睫毛之后 那种要粘起来的那种情况的话 入这一把的话也不会错 对 好接下去呢 再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 我在它加入的这一个洗刷蛋 我想买粉色的 但是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入了个黄色的 发现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其实对不对 我洗过两次 就用它来洗过两次刷子 实在还蛮干净的 我比较喜欢用上面这一个一点点的那种地方 我觉得实在会更加干净一点 对 也很便宜 大概 如果没有记错 4块5一个 总体来讲说呢 我是对它家的这一套刷子还蛮满意的 所以我应该会回购 现在的话我就是想等它家新上的两个系列的刷型上的全一点之后 那多买一点嘛 因为毕竟国际的总是觉得说多买一点比较隔散吧 如果我之后有入它家其他系列的话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同样如果呢你有一些它家比较好用的刷型的推荐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也可以去做一下功课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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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